200桃的樟木箱改造衣帽架 我要开始打磨了 先把上面的老漆打掉 漆有点厚 沙纸腻住了 于是我借了一个垫豹子 这东西可真好用啊 底下就把上面的漆铲干净了 再用沙纸打磨就轻松多了 现在是院子最漂亮的时候 满院都是紫藤的香味 这个季节在院子里干活 真是一种享受啊 妈呀巨烂了 最好的木板打磨一下 呦真合适 再往上面刷上一层木辣油 前两天100桃的举木杆子也到了 装在上面正好挂衣服 80桃的藤边 用热绒胶粘在箱子的正面和侧面 再压上这种装饰条 感觉就出来了 我们来给它翻个个 再装上这种不要钱的万象轮 拧好螺丝 它就可以这样自由滑动了 里面还可以放衣服 正好盖子也干了 放上来试试 我觉得用它当个茶几也不错 10块钱桃的U型卡扣 来固定木杆 卡扣的洞有点大 我加了垫片 盖子上再聚两个圆形的洞 今天又是跟着羊羊省钱的一天 大家一起看看效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